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来到一家小店 我们一起进去找一下这样的长款T恤 看看还有什么另类的搭配 如果说时尚的脚步 总是会跟着各地几个大牌 时装秀风格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在欧美流行的简约风 到了日本就变成了层层叠叠的反腐 而且裙装套裙装 外长里也长 彻底颠覆了过去一直遵循的 外长里短的搭配概念 而一件开衫式的外套 就成了这季他们的主题 这边有很多长款的 其实像这一套就不错 其实它是两件长款的这种裙子 其实外面是一个小外套 那里边是一个连身的裙子 这样搭在一起的 然后颜色也 你看它是有层次感的 里边是比较稍微颜色深一些 外面是一个浅颜色的 而且里边是以花的为主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穿应该还蛮不错的 挺有在海边度假的那种感觉 想要掩盖一些身材的不足 白色勾边的镂空外套里面 就可以尽量搭配一些比较鲜艳 及宽松式的连衣裙 如果再戴上顶宽颜的草帽 那绝对有度假般的休闲感 这两件衣服还是以棉麻为质地的 像外面这件长衫 其实你看它就一排的纽扣 如果说你里边不衬这样小花裙子 衬一个T恤 然后底下穿一个牛仔的中裤 效果也很不错 但是下面建议大家穿一双人字拖鞋 这样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 因为里边和外面是这样叠在一起穿的 所以更加的有一些层次感 而且也不会觉得特别热 因为都是棉麻 里边这边是短的 外面是长的 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层次 如果说都是一般长的话呢 可能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接下来我还是看到 这边有很多长款的这种衣服 比如说像这一件黑色的 也挺不错的 这件黑色呢 其实它是两种质地的 一种是这种毛线织成的 胸前这一个部分 然后呢下边是布的 在胸口的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蝴蝶结 可以记起来 可能是一个收腰的一个效果起到 然后后面其实也就是蛮简单的这种款式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穿这样的衣服啊 可能要用一些饰品 比如说长的项链啊 或者是这种耳环啊 手镯来点椎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那边 白色的针织衫啊 其实这样子的就不能单穿了 下面你可以穿那种裤袜 或者是穿牛仔裤 比较好一些 然后我再挑一套 看看 这套吧 长款衣衫裙的样式 在这一季同样流行 如果想要一些甜美的感觉 那么不妨在里面的裙装选择下面 砰砰的款式 然后束腰即可 但是在混搭时注意的是 不同的材质搭配才可以出奇出新 其实像我现在选的这一套衣服呢 这外边的这是有点像长款的衬衫 但是呢 其实它可以当成裙子来穿 主要是看你的一个细节的搭配 我刚才呢 是在想 到底是把它敞开穿 还是索性全部系起来 因为里边的这个白色裙子 稍微料子有点点薄 所以呢 穿上去有点点这个透明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用一根腰带这样搭起来 下边呢 这个裙摆就自然的扎开了 这样你的腰身收得就很好 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感觉可以说柔美当中 透出一点点的帅气 因为呢 首先这个衬衫式的这种领子 而且是利领 穿上去就是比较的精神一些 因为这件衣服 主要是以紫色为主 颜色比较深 所以呢 你的腰带的颜色 尽量的要浅一些才能显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选一套 前两套我们都是以裙子为主 那么接下来呢 选一套 就是比较长款的衬衫 突出一下上身 那像这一件 白色的 就还不错 如果觉得都是裙装 没有变化 那么可以在裙装的下面 再搭上牛仔裤 当然 这时的裙子 最好短一些 再短一些 如果没有合适的外套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用一件好像男孩子的白大衬衫当外套 长款的这种小裙子 其实呢 像这样的衣服 还是下面配种牛仔裤 比较好看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样松松垮垮的感觉呢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搭配一条腰带来作为点缀 可以选一些比较 有点男孩子气的一些腰带 其实像这样有毛钉的呀 都挺不错的 然后我是觉得这一款 刚才我有看到 这款我觉得首先颜色很配 因为它的灰色 和我里边这个衣服的灰色 还是比较大一些 而且它前面也是这样一个 有一个腰带的一个扣 比较的好看 是方形的 简单随意中透露出些许另类 那么今年这样的印染围巾 也很有别样风情 随意的披肩 给整体的单色调添了某亮色 如果你也中意这款风格 不妨为自己添几款长外套 成为混搭达人哦